杀人碎尸案大家或许见怪不怪了 但是杀西碎尸还烟成腊肉的你们见过吗 光是食盐就用了二百代 2012年6月湖南刘阳市城东 最近住在这里的租客都能闻到一股子酸臭味 原本他们还以为是什么死老鼠 后来发现是楼顶的问题 于是他们纷纷找到房东 希望能清理一下楼顶的垃圾 架不住租客们隔三差五的上门 房东找到了在市场里做擒杂工的王老汉 让其帮忙到楼顶打扫一下卫生 顺便将那几个泡沫箱给丢了 王老汉想着有钱咱不能自己赚 于是叫上了自己的另一名同事 两人一块来到楼顶 刚走进泡沫箱 王老汉就和同事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臭味 毫无防备的他们顿时感觉到一阵恶心 卫里那叫一个翻江倒海 在做好心理准备之后 王老汉怀着好奇心将泡沫箱打开 发现里面竟然装着满满的盐 大概有上百斤的样子 王老汉随手将盐拨开 竟然看见了一只人的小腿 还有脚和指甲盖 吓得王老汉和同事一屁股坐在地上 两人颤颤巍巍的报了警 但是由于尸体已经高度腐败 尸检也只能鉴定出这是一位女性 死者的身份 死亡时间 死亡原因 都无法确认 不过警方通过走访得知了一个重要线索 曾经有一个男子说过这几个箱子 里面装的是他家的腊肉 警方意识到凶手可能就在是此人 于是立即加大了对周围居民的走访 很快再次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有群众反映说2010年时 二楼的叶江年老婆宋某莫名失踪了 正当警方找叶江年了解情况时 却发现这人居然也莫名不见了 叶江年的这一举动非常的可疑 警方立即展开对其行动轨迹的调查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九个小时后叶江年就自己跑到派出所自首了 自首后叶江年面对警方的询问 十分配合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叶江年从小就生活在居住的批发市场里 他家在这里有一栋四层小楼收租 还有一间门面可以做生意 因此生活条件可以说是比较富裕的 叶江年长大后就听从父亲的安排 做起了腊肉生意 2003年是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妻子宋某 两人一见钟情 不仅很快就成为男女朋友 来完了一把闪婚 认识仅仅11个月就走入了婚姻的坟墓 并且在第二年 两人就孕育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表面上看两人非常的幸福 实际上婚后两人就不断发生冲突 闪婚闪恋的后果就是争吵 也为两人互相没有深刻的了解 并且也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这导致两人常常因为一点小事 就爆发激烈的争吵 叶江年控制不住脾气时 就会对宋某大打出手 甚至曾经将怀孕7个月的宋某给打进了医院 据统计宋某死前 光是被打进医院的次数就高达18次 而没有被打进医院的动手次数 估计更是数不胜数 曾经难以忍受长期家暴的宋某 跑回了娘家提出想要离婚 然而父母非但没有同情女儿的遭遇 反而还将女儿重新推回火庚 他们劝宋某忍忍 用孩子名声等等世俗的道理 绑架他重新回到那个家 看透宋某背后无人依靠的叶江年 对其的殴打越发的变本加厉 宋某在这个家里除了要忍受丈夫家暴之外 还没有任何的经济自由 也为叶江年的父亲比较强势 家中的经济大权一直都掌握在父亲手里 哪怕叶江年结婚之后也没有放权 因此夫妻俩生活其实过得很拮据 宋某一方面想要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 一方面希望能够逃离丈夫的家暴 于是提出外出打工挣钱 但叶江年害怕美丽的妻子 在外面会跟别人好上然后跑了 不同意宋某的外出 但最终他没能抵挡住妻子的固执 并且他自己也怀有私心想要改善生活 因此同意宋某外出打工了 后来叶江年的母亲去世了 他本想借此机会将妻子接回家 但一想到曾经生活的生不如死 宋某非常抗拒回家 最终叶江年亲自出马将妻子抓了回来 回家后宋某根本无法忍受 每天只能吃青菜还要被家暴的日子 于是再次提出外出打工 但这次叶江年说什么都不同意他再出去 因为上次宋某的不愿回家 让他起了疑心 叶江年怀疑妻子在外面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两人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情绪失控的叶江年将妻子狠狠地掐死 直到宋某的身体一动不动了好久 叶江年才找回了理智 清醒后的他为了掩盖自己犯下的罪行 他残忍地将妻子分尸后放到泡沫箱里 做过腊肉生意的他知道盐能够防腐 于是他先将泡沫箱绊倒楼顶的废弃蓄水池内 在先后买了二百多袋食盐对碎尸进行腌制 与此同时他还跑到岳父母家作戏 告诉他们宋某因为吵架离家出走了 宋家父母对女儿根本不上心 因此也就没有怀疑叶江年的说法 并且叶江年为了显示出宋某真的失踪 他还特意做了一些寻人启示到处张贴 每当警察发现不知名女性遇害时 他也会第一时间去辨认一下 叶江年凭借自己精湛的演技 成功地隐藏了两年之久 在这期间他还时不时地上楼顶 查看一下泡沫箱有没有被发现 被邻居发现时 他就说这里面是自己咽的腊肉 直到东窗事发 一开始他是想要逃跑 但是他无路可去 只能选择自首 有人说女人一生有两次投胎的机会 一次是选择家庭一次 是选择婚姻 但其实女人的一生应该由自己决定 不幸的家庭无法选择 但是不幸的婚姻一定要鼓起勇气离开